串串泡在红油里 包括油条等等一串串风格食材 包覆在熬煮多时红彤彤的汤头 让韬客们看了食指大动 那个料理蛮合我们台湾口味 不会很辣 对我来说还蛮刚刚好的 我感觉都是中式的 比较中式一点的 辣度还可以 我们都吃都可以的 改良过的口味 出自米其林主厨的好手艺 想要多辣都能一个人口味调整 将简单串串美食再升华 但最大卖点是这个 一道道料理随着轨道车送到桌边 立刻吸引大小朋友目光 新奇又特别 原来餐厅负责人叶老板 本身从事物流起家 这回插旗信义商圈百货 开立中式料理餐厅 将自己的本业融入餐厅里头 还结合最夯的AI设计 因为现在目前大环境的一些缺工 所以我们就只能 为了这个因应的时代的潮流 还有越来越多的一些AI的一些部分 减少员工 然后一个减少一些环境的部分 有一些家庭来用餐之后 他们都会觉得说 原来菜色是可以用超跑的方式 进到我们的餐桌上面 回到送餐提升服务品质 减少服务人员接触机会 保障用餐干净卫生 更结合新科技 引入现点现炒的风格热炒文化 独特的创意和口味 要在一席战区的信义商圈 占有一席之地 女士新闻 李陈戴雅伦台北报导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回落 南瓜